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与新盟今天签署政府稳定预转型谅解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将形成一个遵从大马一家精神 有效及稳定的跨党派合作 且符合国家元首今天在国会会议开幕已是发表的预令 首相纳特斯伊斯曼萨比发文告指出 朝野双方签署的政府稳定预转型谅解备忘录 写下国家历史 且符合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 今天在第十四届第四季第一次国会会议开幕已是 发表的预令 陛下预令各造奉行协商民主 在任何问题找出解决方案 达至繁荣包容以及稳定大马的目标 伊斯曼萨比指出 政府与西盟签署的备忘录 涵盖强调团结 共识及合作的大马一家精神 而政府推出的转型 不只将推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复苏的卓越形状 也会打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进而为了大马一家福祉 促进巩固的经济增长 国家元首苏丹阿鲁拉 今天为国会塞院第十四季第四季第四会议 主持开幕 陛下欢迎朝野双方的努力 通过跨党派的合作来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以及为国家的行政体制带来变革 陛下指出只有团结一致 以及保持紧密的合作 才能创建大马一家 而国家也才能度过各种挑战和考验 陛下在发表施政御辞时指出 陛下相信新政府将贯彻高绩效工作文化 并专注于实现短期与长期目标 而陛下也相信新政府能在一百天内取得初步成效 陛下嘱咐新政府加大力度抗击 让人民尽早摆脱新冠病毒带来的威胁 并且劝劝朝野国会议员 必须放行民主精神 共同协商寻找应对新冠疫情的最佳方案 国家元首苏专阿鲁拉敦促政府 必须制定清商与清投资政策 以加速国家经济复苏 陛下指出 政府必须准备适当的预算 资助公共卫生措施 以及受影响的群体 提供援助 并配合经济领域重开 推动经济活动 untuk membolehkan perbelanjaan tambahan bagi tujuan tersebut kerajaan akan membentangkan cadangan didawanya mulia ini bagi meningkatkan ceiling perbelanjaan kumpulan wang COVID-19 serta hard statutory hutang kerajaan peningkatan daya saing negara juga perlu difokuskan terhadap usaha menambah baik ekosistem serta persikretaran perniagaan bagi meneroka penciptaan penciptaan kekayaan baru dan menambah nilai terutamanya oleh perusahaan micro kecil dan sederhana 陛下也鼓励微型 集中小企业 以数码方式管理业务 确保业务 能够渗透更广大市场 同时需要立刻确认 经济成长领域 以便我国不会落后于 其他国家 国家元首苏丹阿鲁勒 强调 首相 那都市伊斯曼萨比的委任 符合联邦宪法 陛下指出 依照联邦宪法和君主立宪精选下 给予220名国会议员 提名新任首相人选 而伊斯曼萨比也获得了 11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符合出任首相的聚格 陛下指出 国家第八任首相在8月16日辞职 这也是陛下担任允首期间第二个首相辞职 在发表施政遇辞时 陛下也感谢第八任首相丹薛姆尹 以及他的内阁阵容 在疫情期间治理国家所做出的努力 我国即将在星期四迎来马来西亚日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呼吁全体议员和人民 珍惜国家独立的历史和大马联邦的成立 以延续爱国的精神 陛下也指出 尽管我国在抗议上有乐其色 但人民不要松懈 理应继续加紧防疫工作 陛下也感谢政府 在马来西亚国家健康议程上付出的努力 教育人民以后该如何与病毒共存 陛下相信通过这个方法 人民能更快适应与病毒共存 并且接受病毒将永久存在于生活 在我们承受 COVID-19 作为一部分的生命 所有人都肯定会有危险的 尤其是新的病毒 尤其是新的病毒 可能发生的病毒 尤其是新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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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提醒民众要自律 继续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更重要的是 确保自己完成疫苗接种 保护自己不受感染 同时陛下认为 政府应该检化外籍人士的 签证政策 以及加快让他们接种疫苗 控制变种毒株 在国内的传播 国家元首苏丹阿鲁拉提到 政府已经批准 1,071令吉的投资项目 其中今年首六个月 政府就通过三个贸易投资代表团 取得400亿令吉的投资项目 同时国家贸易总额 也达到1兆令吉 我国各领域的投资项目 增长近70% 显示经济复苏战略 成效显著 陛下指出 我国约有760万名民众住在乡区 包括198,015名原住民 他们的生活水平都应该受到关注 因此陛下希望政府继续协助乡区的民众面对疫情 以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拉近乡区和城市发展的鸿沟 联邦政府推出国家复苏计划 为我国后疫情复苏 做好准备 登加罗苏丹 苏丹米山呼吁登州政府 制定和实施各种复苏策略 同时重视农业领域发展 和积极探索再生能源领域 以便在大流行后 重振该州的经济 殿下指出 发展项目需要长期规划 同时所有一次性费用 都需要根据当前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查 殿下提醒州政府 需要重视农业领域的发展 因为该领域为州内带来了经济回报 根据资料 相较于去年 农业领域今年的经济回报 翻了两倍之多 达2530万令吉 同时殿下也敦促政府 需要在财务援助 营业场所设施等方面 协助中小企业 以便业者在经济复苏期间 能够继续生存 另外 殿下对州政府积极探索 新再生能源领域的努力表示欢迎 并希望在2025年 相关项目能够达到 可再生能源组合容量的20% 零工经济的崛起 提供了国人增加收入和就业的机会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上 首部长达德西·穆斯塔巴指出 政府将加强零工经济的生态系统 以优化该领域的未来潜力 穆斯塔巴透露 去年2月推出的数字经济大蓝图 是政府促进该领域发展的 据错之计 穆斯塔巴在出席以各项零工经济与前媒体人员 提供食物里兰活动的记者会时 这么指出 有关援助计划 由电照车平台 麦卡所策划 以便向250名零工 包括受疫情影响的电照车司机和前媒体人员 透过提供食物里兰的方式向他们提供援助 麦卡还额外准备了210个食物里兰 派发给施拉秧和班台达拉姆地区的司机 协助他们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我国首个旅游泡泡试点区的吉达州佛罗交仪 即将在星期四16号对外开放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的设计Nancy Shukri指出 从本月16号起 想要前往佛罗交仪旅游的民众 无需强制进行官邸检测 但必须确保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但我认为他们有提供了 但我认为他们有提供典泡试点区域 但我认为他们有提供典泡试点区域 Nancy Shukri希望福罗交仪成为国内一个好的旅游泡泡模范 而他将会和国防部高级部长的德西黑沙默议讨论有关旅游泡泡的事宜 至于在昨天已经开放的云顶 Nancy Shukri说云顶目前暂时只限定于当地人前往旅游 他强调目前国内除了佛罗交仪之外 其他的旅游景点都只开放给州内人旅游 并提醒计划前往佛罗交仪游玩的外州民众需要获得警方的批准 因此他鼓励通过旅行社前往佛罗交仪旅游 因为这样一来能交游旅行社协助申请即可 佛罗交仪将从星期四起迎接国内游客的到来 不过吉达州大臣Muhamad Sanusi则表示 巴亚岛海洋公园暂时还不开放 因为该岛的珊瑚富裕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巴亚岛是国内潜水胜地之一 将来吸引海内外游客莫名前来潜水 欣赏美丽的海底世界 但由于每天有大量的游客到该岛游泳 浮潜和潜水导致珊瑚长期没有得到休息的空间 甚至发生过珊瑚被破坏的问题 因此富裕工作旨在避免珊瑚白化 保护自然生态 亚航将从9月16号起提供飞往福罗交易的航班 为了确保旅程顺利且保护个人员的健康安全 亚航提醒乘客在预定航班前 必须确保自己与家人符合政府规定的条件 完成疫苗接种 亚航表示 该公司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因此决定采取更简易和迅速的登机方式 全面实施无接触程序系统登机 亚航在文告中指出 该公司强制要求乘客自处办理登机手续 以减少人身接触和拥挤 凡是承搭亚航的乘客 可以透过亚航的应用程序 Super App上传健康和疫苗接种的文件 作为符合旅行条件的证明 亚航鼓励乘客 提前四个小时抵达机场 以完成飞行前的所有程序 同时还制定健全的作业程序 包括安排 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了机组人员 为乘客服务 确保个人员不受病毒威胁 从10月3号起 全国的学校将根据国家复苏计划阶段 逐步复课 教育部副部长的斗马罕顺指出 教育部的目标是在今年底 80%的12到17岁的学生 完成疫苗接种 不过他强调 即使没有完成接种 学生也依然可以回校上课 马罕顺是在今早接受RTM电台 IFM节目的访问时这么指出 他说目前全球都没有足够的数据 证明能够安全让12岁以下的儿童 接种疫苗 因此教育部将专注在 12到17岁儿童的疫苗接种计划 马罕顺也说 中六的学生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实体上课 因此教育部希望 这些学生能够为重要的考试 做最后的冲刺 并决定让有关的学生回校上课 他也提醒 假如不放心孩子回校上课 家长可以以书信的方式通知校方 且不会被记录为旷课 而教育部也下放权利给校方 以便根据各校的情况 安排学生在不同时段上下课 错开学生 避免拥堵的问题出现 在登家楼 有超过100名教师被确认 因为各种原因 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尽管比例很小 但周大臣的特殊 阿hmad Samsuri期望 这些老师可以重新考虑 接种疫苗 此前教育部高级部长达德拉西指出 全国还没接种疫苗的教师 有大约2500人 而教育部正在为这群教师分配其他的工作 包括让他们处理居家网课的工作 日本外交部向旅居大马的日本公民 发出东盟可能出现恐怖主义威胁的警报 这个消息已经获得日本驻马大使馆证实 但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 日本驻马大使馆证实 已经向旅居大马的日本公民 发出东盟可能出现恐怖主义威胁的警报 据了解除了大马之外 日本外交部还向人在印尼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以及缅甸的日本公民发出狱警 劝请远离宗教场所和人潮聚集地 一名大使馆官员向马兴社透露 随着接获来自东京的指示 当局发出有关的劝告 目前有大约三万一千名日本公民旅居大马 该警报引述情报的报告 指区域内的宗教膜拜场所 以及大型聚会场所可能发生袭击 马六甲一名卫生局助理官员 因为滥用职权受贿 收取三万令吉的贿赂金 今天在马六甲地亭面对酒上贪污控状 不过被告全数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被告被指在2018年7月4号至11月28号 利用职权推荐地底的公司 向卫生局提供不同的用品 包括厕所用品 漆料 割草机等等 总值约三万的承包服务 现年40岁的被告 Amdul Hanif在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 法官批准被告以5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同时设下附带条件 即被告每两个月 必须到甲州反贪委会报到 而案件则定在10月20号过堂 上来为牧中省的两排工人宿舍 今早发生大火 共20间宿舍被烧毁 影响大约30名员工 索性这场事故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这场大火发生于牧中省 苏埃提萨的农场 根据当地消整局的消息 当局是在早上7点07分接获投报 随即派员前往该处灭火 消整人员抵达火灾现场时 发现以木板搭建的两排工人宿舍 已经完全烧毁 而临近的一排宿舍 则成功被工人拯救 只烧毁了约5%的面积 目前火灾造成的财务损失 还在估算 当局已经着手调查 起火源头 我国运动健儿 在东京奥运会和产奥会上 所取得的耀眼成就 引起国家元首 苏登阿鲁拉的高度关注 陛下在今天主持国会开幕时 率领所有国会议员起立 为五国出征奥运和 惨奥建儿鼓掌 感谢他们为国争光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Dato Azizou Hasni在场地脚车男子 个人麒麟赛中夺得银牌 而羽球男双代表 谢定峰及苏维毅 则摘爱的铜牌 让我国创下一银一铜的成绩 随后拉开序幕的残奥会上 我国男子跳远选手 Abdouladev 羽球男单选手谢力好 和举重选手Boney Bunyal 分别在各自的赛事中赢得金牌 另外 印第滚球选手周伟伦 和举重选手杨玉琪 则分别荣获银牌 两届世青赛女单冠军吴景辉 通过自己的优管频道 宣布提早退役 为我国语谈投下震撼弹 因为自从一周年开完岛后 其实每天还是需要依靠药物 来支撑每一天的生活 而且药性也越来越大 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照项 不得不提早结束生涯 有很多的遗憾和不舍 但我相信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 我相信只要坑努力 不管以后到任何的领域 都可以做得很棒 14岁进入国家队的吴景辉 曾在2015年和2018年 两度赢得是青赛女单冠军 不仅如此 他还在2017年吉隆坡冬运会 和2018年青奥会 夺得女单金牌 对于自己提早退役 吴景辉不忘感谢国家体育研究院 和国家体育理事会 在这些年来 给予的设施和服务 同时感谢大马鱼总会长 丹斯诺扎和教练 亲朋好友 以及希望李子佳和赖佩军 替他完成这份遗憾和梦想 以上是季节新闻的内容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